深锈四超新星大爆发 是最受期待的天文事件之一 它是猎户座中一颗垂死的红超巨星 迟早这颗恒星会内爆 届时我们的天空将会被余波照亮 然而遗憾的是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颗恒星会在何时爆炸 科学家说 也许这一切早已发生 但650光年的距离 意味着光需要跑650年 才能够抵达我们的地球 也就是说 那个事件的光还在路上 我们这代人 是不是要目睹一次超新星爆发的宇宙奇观了呢 深锈四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之一 但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 神秘的它开始变暗 调光非常突出 甚至可以用肉眼注意到它 亮度持续下降了几个月 人们开始怀疑 深锈四的末日或许已经到来 然而几个月后 这颗红超巨星又恢复了正常亮度 当天文学家将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望远镜对准它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导致大变暗的原因 那么当深锈四在我们眼前消失时 它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次事件对于深锈四来说是毁灭性的 最重要的是 天文学家为何又要把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聚焦在这颗垂死的恒星上呢 大家好 尽管深锈四于2019年12月开始变暗 但天文学家从那年年初时 就注意到它的异常活动 借助于欧洲南方天文台的亚毫米阵列望远镜 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深锈四 照片中 深锈四的形状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形 其不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 但总的来说大致还是对称的 然而光球层在我们的视线中 显示出巨大的冲击的迹象 光球层是恒星的外壳 光线从这里辐射出来 研究人员还指出 光球已经开始扩大 从地球上看 就好像这颗恒星正在膨胀 在2019年大半年的时间里 深锈四继续以大约5公里每秒的恒定速度膨胀 直到2019年11月 向外扩张的速度开始下降 假设按照上面这个速度向外膨胀 天文学家认为 在6个月内 深锈四喷射出的物质 将覆盖恒星表面达到其半径的 约10%到20%的厚度 2019年11月中旬 天文学家重新拍摄了这颗恒星的光学图像 他们惊讶地注意到 深锈四上有两个异常现象 一是图像显示 恒星上的南半部分出现了一个黑暗的区域 与当年获得的前一张图像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 恒星表面的温度下降了大约200摄氏度 为了确认这一点 天文学家使用了两种独立的方法 首先 他们在拍摄光学图像后 仅8天就观察到了深锈四的红外光谱 光谱证实表面温度下降了约193摄氏度 第二种方法 涉及分析两条谱线的强度比 反普线强度与铁普线强度 当这两个比率增加时 光球温度降低 这一趋势也在许多其他恒星上被观察到 在大变暗期间 该比率增加了1.9倍 表明恒星表面的温度显著下降 在团队研究论文的一张图表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 这是深锈四的光谱 不同的线条显示不同的时期 随着大变暗的进行 我们可以注意到 铁普线强度开始减弱 也正因如此 反普线与铁普线的比率增加 导致温度下降 深锈四的亮度 在2020年1月27日至2月13日期间 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大约在此事件一年后 这颗恒星再次开始变亮 几个月后才恢复正常 那么深锈四到底发生了什么 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 恒星的顶部被吹掉了一大块 在这颗恒星周围形成了一个尘埃云 它的表面也留下了一个大的冷点 因此 深锈四明显变暗 甚至业余天文学家都能注意到这种变化 因此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深锈四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表面质量抛射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太阳外层大气中爆发的 日缅物质抛射 经常在地球上引起明亮的极光和无线电干扰 然而来自深锈四所喷射出的质量 是普通日缅物质抛射的4000亿倍 相差如此巨大 是因为两颗恒星的大小和演化阶段不同 太阳的直径有139万2000公里 而深锈四的直径大约是太阳的887倍到955倍 因为现在深锈四膨胀的非常厉害 科学家很难准确的测量出它的直径 但即使它的直径是太阳的887倍 那么它也能容得下7亿个太阳 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以前从未见过恒星表面如此巨大的物质抛射 或许可以用哈勃直接观察和解析表面细节 这是一种新现象 没错 我们正在实时地观察恒星演化 一颗垂死恒星的老化过程 所以神秘的变暗 是由一层气体尘埃飞扬的面纱 遮住了恒星造成的 而这又是深锈四表面温度下降的结果 天文学家不确定是什么导致了大规模表面物质抛射 也不知道这种事件何时会再次发生 但这一事件对恒星却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首先 与一颗年轻恒星的恒星风所造成的损失相比 垂死的恒星损失的质量会更加巨大 就像是深锈四吹掉了它的顶部 现在它正在慢慢地从伤病中恢复过来 要知道 深锈四在形式上是一颗半规则变形 所以由于其大小和温度的变化 使它的亮度会经历多次增加和减少的循环 天文学家现在希望使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对深锈四进行详细的红外观测 它们的目标是观察恒星引南的环星区域 以发现这个质量损失事件的证据 从这场爆发开始到现在 想必抛射出去的物质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一定已经传播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韦伯对深锈四的观测将为主序后星的演化提供更深入的见解 也许在不久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结论 遥远的深空探测我们只能等待 等待韦伯试图捕捉到喷出的超巨星块在宇宙中飞驰的图像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麻烦您点个赞并且点个关注 以便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